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一集超盘手 我是黄子东 每天的十点到十点半 在运通财经台 我会陪着你一起看盘 我说今天也算是 本周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因为明天开始 大家就要开心的去放廉价 一个三天的廉价 礼拜五是补价 五月一号是星期六 我刚刚讲了 我说开心的过廉价 不知道你是不是跟着我们一样 也是收获满满 开心的过廉价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现在来看大盘 大家都会认为说 一周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理论上应该是要做空日才对啊 对不对 因为如果周一到周三 你是赚钱的 持续上涨的 照理说周四应该会要有一个 获利了结卖压才对 所以我相信一周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大家其实的动作都偏向于 有赚钱就赶快先安然下车 安然入贷 这件事情其实我没什么意见 像我们这样子是大赚 那你小赚大家都赚钱 只要有赚钱就是一个好的方法 但是我猜今天应该有很多投资人 你的股票是卖错的 或者是你手上的股票甚至是没有赚的 照理来讲今天应该是做空日 目前还上涨111点 那你就知道目前为止 全球股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位阶 甚至是我们可以讲的更极端一点 你是不是甚至你今天会卖股票 你可能看到昨天的美股 表现得不是太好 回过头来看今天的雅股 甚至你做台股 回来看一下台北的加权指数 再来到高点17700点 差300点就要18000点了 当然我在这个地方你说那只是大盘 个股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个行情 我这段期间我跟你讲 每一个月我们都会重点提示一件事情 就叫做景气对策灯号 这件事情其实我是从2021年 新春封关的时候 新春开红盘的时候是跟你验证 我是在封关的时候跟你说 为什么台北股市仍然是具有上涨的动能 来第一个远的我们不要看 我们就看三月底公布二月的数值 因为你说老师目前为止加权指数 是不是泡沫 那我跟你讲为什么我认为不是因为有强劲的基本面做支撑 所以我会往多方操作 这段期间我知道有很多投资人 不要说现在已经一万七千七百点一万点你就开始空手了一万点你就开始观望了望一望 结果大盘怎么样望一望给你涨了七百多点上来 甚至不要说什么一万二一万三在这个地方放空的 代会员早就被洗出去了啦 不要听那些花拳锈腿在那个地方用硬凹的方式跟你讲说什么 我们这个地方开始大获全胜 没有这件事情 正常来讲 投资人你家不是开银行的啊 你如果从一万三目前为止一万七 你放空的你早就从市场上面毕业了 没有什么这个地方反败为胜的可能 没有这种可能性 全部都毕业那些老师只是演演的反正亏的又不是他 死了一批会员怎么样再进来新的一批嘛 讲难听一点韭菜割不完啦 只是韭菜呢是空方韭菜 讲完这个地方我们要讲回来讲回我们认为的大盘基本面 好啦我一路以来跟你公布这个数值 二月三月公布二月的数值是四十分 结果两天前也就是在四月二十六号的时候 你如果有看我的盘中节目 我是不是跟你说至少这件事情你放在心中 因为四月二十七号数据就要出来了 然后数据出来我预先跟你讲 我看了一些指标 我看了一些经济数据 我是不是告诉你 我是提前哦 我在国发会数字出来之前 我认为这一个月三月依然也是红灯 结果果不其然 四月二十七号公布三月的数据 一样也是四十分 然后居然灯号九项数据的灯号全部都不变 一样是四十分这个也挺难得了 灯号通通都不变 算是一个有趣的数值公布 好啦这一个四十分告诉你什么事情 我今天跟你讲一件事情了 你等大盘拉回 只要有一个良性的拉回 你就要做进场的动作了 没有什么再回来 这市场上到今天还有人 还有人我竟然还听得到 有人在跟你说什么 哎呀这个地方再打第二只脚什么 有可能再回来八千五百点 那我只能跟你讲一句不客气的话 你慢慢等 我甚至跟你讲你未来二十年 没有什么大事件发生 你可能等不到 也就是说未来 如果你的技术分析是跟你讲说 八五二三的这个我要等它打第二只脚 到现在还有这个理论 有吗 你在市场上面应该有听过 从八千五百二十三点 一路跟你讲说是 只是反弹只是反弹 弹到今天一万七千几百点 还有人跟你讲 那个只是反弹 那你如果要等到说什么 等拉回来到什么万点 来到什么九千点八千点 那我跟你讲 如果没有什么大事件发生 未来二十年你等不到 所以我建议你如果你是这样子操作的话 今天你可以赶快转台 我甚至认为任何的股票分析节目你都不要看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要等二十年之后你才能进场操作 所以你干脆二十年之后再看好了嘛 对不对 你不要现在看 你二十年之后再来 所以现在大盘是一个什么样的位阶 什么样的水准 甚至 我甚至跟你讲 大家如果跟你讲这个数据 这段期间因为四月二十七号公布 很多人会跟你讨论 但是大家仅止于跟你讲 他就是亮红灯 仅止于这样 我有没有跟你讲 最根本的游戏规则在哪里 在货币总技术 因为景气对策灯号是由九个数值构成的 里面最重要的数字叫做货币总技术 因为这个东西代表所有金融商品的规则 什么规则 任何的金融商品都是用钱堆出来的 这段期间我是不是跟你用 我们自己操作的股票 跟你做验证 我们不是今天涨高了之后 你看到市场上面 突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开始每个人都在跟你分析 同价相关概念股 开始每一个人的手上都有第一桶 我就觉得很神奇 怎么在区间整理的时候你没有 怎么涨上来的市场上 突然每一个人都有了2009的第一桶 那你如果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回溯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接下来已经要准备进场下一档了 当市场上大家都聚集在同一档股票的时候 我跟你讲 后面的利润就小了啦 这一档股票 如果你是今天你昨天才进场的小赚 你要赶快做一个获利了结的动作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先做一趟获利了结的动作 我们控出资金是为了要做什么 因为写在标题了 因为我们要进场下一档 下一档什么 这叫做目前为止资金泛滥的概念股 我跟你讲的这个数据 来 我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据 货币总技术 目前为止是持续攀升的 也就是说目前油资泛滥 有没有可能短短的一两天 或者是这个礼拜原本是资金泛滥 结果下个礼拜突然变成资金紧缩 全球市场的货币突然不够了 不会 所以这是一个波段的趋势 这个事件至少会延续的两季三季 甚至是今年都会是这样的水准 所以你应对到大盘 第一个 我说你看大盘这是一个参考的指标 重点还是要回归个股 个股有没有赚钱 我说你跟着老师其实也是为了一件事情 第一个你知道大盘的方向 然后你挑股 能不能挑到一档像第一桶这样的股票 因为你找老师其实只是要一件事情 不是说看老师长得帅 看老师的西装好看 不是嘛 你最重要的只是因为一件事情 你要一个东西叫超额报酬 现在四月做 现在四月还没过完 一个月50%的获利报酬 有没有让你满意 这样的绩效你还不满意 那我说你去找别的分析师每天跟你讲掌停板的好了 因为我们这样做会员笑得很开心 我自己也觉得这样的绩效是很不错的 选到一档对的股票 这档股票我之前也曾经跟你讲 我说这档股票稍微活泼一点 就是因为它活泼 所以我们背后的理论依据一定要非常的清楚 那我也跟你讲 我说这档股票基本上可以说是市场上的送分题 因为为什么 因为只要同价上涨 所以为什么第一位 为什么我们获利出新 因为昨天同价是有个小小的回落 但是回落的空间不大 那主要的考量是因为 接下来我们要过三天的廉价 那太多的市场上面的投资人 在进来这一档 我认为如果我是主力洗一下 是很正常的 所以后面如果有机会 能不能接这一档股票说是送分题 就是同价只要上涨 它不会死掉啦 这一档股票如果你有的 简单跟你讲 是不是一个很轻松的指标 那甚至我跟你对照同价的指标 我甚至告诉你一件事情 我说你就算不做第一档 没关系 它是让你验证大盘用的 因为同价的第一点 这件事情我整整讲了两周 2008年的第一点 2015年的第一点 还有去年2020年3月的第一点 对照加权指数 是不是刚好就是我们台北股市的三个历史教科书 第一点 这件事情我已经讲了两个礼拜 下个礼拜我们就不开始讲了 重点是在告诉你 有机会你懂不懂得把握 就这样子而已 然后这样的绩效 这样的获利绩效 是不是你要的 就看你自己 做选择的永远是你自己 聪明的投资人应该就已经知道 应该要站在哪一边了 也不要像市场上在这个地方 从一万点在这个地方空到现在 然后现在要嘛市场上 你如果仔细听 你要嘛就是那些人就是 不开始跟你分析波段 跟你说我们空啦 可是只是空当冲而已啦 对不对 另外一种 不知道为什么 空也是他 多也是他 不觉得很奇怪吗 那些老师是用来表演的 你如果要去选那些老师 亏钱了 不要怪老师 怪你自己 讲完了 我们要讲回我们自己要讲的类骨了 来 我跟你说 目前为止现在市场上是一个资金泛滥的水准 那这段期间 我相信投资人应该知道 我跟你分析一个叫做 齐亚币相关概念股 讲齐亚币 我跟你讲市场上 没有人分析的比我还准啊 怎么样 第一个 我在跟你讲齐亚币之前 我是不是跟你分析 比特币跟以太币 因为市场上面冲刺的 我跟你讲 一大堆错误的讯息 是不是之前有人跟你讲说 你看哦 6150 你看哦 我们来做显卡怎么样 第一个 他说这个只是一个泡沫啦 为什么 因为比特币只是一个泡沫 那那个时候我听到这种分析 我其实都觉得很尴尬 第一个 显卡现在已经不拿来挖比特币了 是拿来挖以太币的 然后比特币跟以太币 所以我是不是一路以来 我一直跟你分析 我说 不是只是讲讲比特币 我是不是下面有一个对照组 叫做以太币 那我也跟你讲 比特币跟以太币 问世的原因其实是完全不同的 第一个 比特币它是为了要去中心化 它是不信任美元 不信任黄金 所以它发明了一个去中心化的货币 目的是为了取代传统货币 你要仔细听 但是以太币完全不一样 也许你听这个对你来讲有点复杂 不过你先消化一下 以太币成立的目的完全不是这样 是先有一个以太访 以太访是干嘛 我们就假设了 你跟我两个人成立了一个以太访 有的时候我的电脑没办法运算 我要请你帮我算 又有的时候你的电脑在忙 你要我来帮你做运算 那我们就是一个网络 我们两个这样的一个网络 那你帮我算的时候 我要给你什么东西 当做代偿 就叫做以太币 也就是说以太币 其实是表彰你电脑算力的一个价值 你有没有发现 基本上市场上的数位货币 大致上分这两种 比太币或者是以太币 问世的理念完全不一样 对吧 你清楚这件事情 你就可以知道 因为目前为止 即将要上市的奇亚币是哪一种 因为有些人会说 奇亚币不是比特币支付推广的吗 那是不是就是变成比太币那种模式 不对 大错特错 奇亚币给你的代偿 给你的价值 是用你的记忆体空间 记忆体容量来算的 那这样子讲 我相信投资人应该也很清楚 所以这段期间 第一个 我有没有在这个地方跟你讲一些什么 因为我也知道真正标的股票 其实是记忆体零件概念股 是SSD零件概念股 但是我却跟你就一档中规中矩的股票 正规军来跟你做介绍 也是我们会员布局的股票 写在这个地方 告诉你 第一个我们进场的时间点 挂价4月16号 挂价86块钱买进3260的威钢 这一档股票怎么样 3260的威钢 这一档股票叫做正规军 投资人你报到现在 有没有一个让你满意的报酬 你稍微看一下 看一下我们测标 这段期间的获利绩效 有没有让你满意的报酬 你大盘看对了 你方向做对了 你个股也做对了 你自然目前为止 明天你能不能开心过廉价 一定可以 而不是在这个地方 整天在那个地方冲来冲去 然后看着比特币说 它昨天涨 所以我就做多 它昨天跌 我就放空 结果你会发现这段期间 操作相关概念股 策略上面是完全的不对 因为这段期间 我是不是跟你讲 第一个 我跟你讲 如果数位货币出现大事件的话 反而后面就是你交易的机会 出现什么交易的机会 来我们中间还是先休息一下 只是我要跟你讲 这段期间 物价概念股 党党全部都飙涨 你仔细来看一下 我们的标的 全部都是因为物价上涨 或者是报价上涨 为什么 只有一个原因 就叫做资金泛滥 你只要看对了方向 你进来股票市场 这段期间 第一铜 威钢 经济 利台 相关概念股 获利率 至少都是20% 30%以上起跳 所以投资人要不要懂得 去预约下一档 我说聪明的投资朋友 中间广告休息时间 你就能够做出决定了 那当然 我们中间还是先进一下广告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运达同步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忘补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连速播02-2781-0909 只要播通就让您发很久发很久 2781-0909 车怎么看啊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有法导 1. 开启危险警告灯 在适当距离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2. 拨打110报警或119救护伤怪 3. 交汇车辆位置 可用手机拍摄机阵 4. 无人受伤时 当车辆移到不妨碍交通的地方 有人受伤时 当事人均同意再移动车辆 5. 在路边或路外安全的地方 等候警察到场处理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发生 放波话译等就对啦 好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节目的上半段 我要跟你好好地分析 相关类骨怎么操作 为什么我们可以创造 这样的获利绩效 第一个 我们的方向看对了 我们的理念 我们的分析是对的 因为这段期间 其实就是资金泛滥 所以会造成一些个股 有一个超涨的状况 这段期间我有跟你讲 如果你要操作 数位货币相关概念股 这个叫做新式的避险概念股 你必须要这样子操作 因为前段期间 是不是相关概念股有一个压回 但是压回我告诉你 至少啦 因为现在投资人 如果我要跟你说 哇 这档股票叫你爆波段 你可能也不会想要 你可能赚个一根两根有赚 我认为其实你就自己会跑了 我在电视机前面 再怎么跟你讲都没有用 因为你受不了就是受不了 像今天礼拜四 你会想卖股票 就是会想卖股票 只是我必须要在这个地方 跟你讲清楚这个族群 到底你应该怎么操作 我们先来回溯一下 其他的分析师到底怎么讲 因为比特币只是泡沫 所以相关概念股就会跌 所以显卡概念股就会跌 这件事情第一个 他错第一件事情 目前为止显卡 根本不拿来挖比特币 是拿来挖以太币的 投资朋友你必须要清楚 然后我也跟你讲是为什么 为什么这件事情相关概念股 会有一个下跌 原因是因为Coinbase上线了 Coinbase可以说是 目前为止全球第四大的平台 结果上线了之后 数位货币开始有个滑落 因为人家就开始传闻说 大户出货 结果其实我一看筹码 我发现还真的有 大户出货的影子 可是全球市场上面 任何的金融商品 不就是这样子玩吗 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的加权指数创高了之后 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 很多公司愿意开始上市上跪 成交量放大了之后 很多公司开始愿意上市上跪 是不是代表着 这个股市就一定要崩盘 当然完全不是 因为股市热络了 可以愿意有很多公司 愿意在这个地方上市上跪 其实我们说白的 说得很难听 就为了一件事情 这些原始股东将来卖股票 可以卖得很轻松 这件事情你也不能说它是不对的 但是就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造成股票市场 金融市场的蓬勃发展 让你买得到股票 最原始的其实原因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有大户出货 其实我认为反而增加了 矿机的需求 原因是因为什么 因为我就会更愿意的去挖矿 代表什么 我挖到币了 我可以怎么样 我可以很轻松的 做一个卖出的动作 当然你要小心一件事情 我为什么跟你讲 我说这相关概念股 不是像过去2017年那样 还有人还停留在 过去的操作模式 因为我跟你讲 那个时候比特币 价格在9000跟3000之间 会低于挖矿成本 但是目前为止呢 目前为止 比特币到今天为止 目前为止都还停留在5万4000 你就会觉得很奇怪 近期数位货币奇怪没有动 但是为什么显卡 却有价差可以赚 为什么又要来到前波的高点 就是你必须要清楚 相关类股到底应该怎么操作 你必须要能够分析的透彻 不是听市场上面分析的 我听的都很尴尬 就是想说 你看因为比特币在跌 所以显卡就要跌 这件事情我认为 他的分析犯了好几个错误 你今天听完我的节目 你必须要把操作的理念 背后的原理搞清楚 那现在当然 我跟你讲 最夯的当然是奇亚币 你就跟着资金走就对了 怎么跟 因为我跟你讲 目前为止造成抢购 那奇亚币还没有正式上线吗 我跟你讲 我心中推估的时间点 我认为奇亚币上市的时候 会不会有大户出来到货 我认为一样会有 但是到完呢 很多之前 你看好的股票 你根本没有机会进场的股票 我讲的不是汉逊 讲的也不是威刚 你说我知不知道 其实最标的 会是SSD相关零组件 我也知道 只是我在节目上 跟你讲这个股票 你可能心中会有所疑惑 哎呀 老师第一个 它涨高了嘛 对不对 第二个 老师 前面没有人交易 也只有几百张 甚至我们的会员加起来 也不够布局 只有百来张 现在焦头热络了 我们后面就有空间可以赚 像这样的股票 不是只有一档啊 还有啊 我知不知道 目前为止这段期间 像普安 最标的是这些股票 但是问题是 我在节目上讲 没有用 因为你根本没有机会进场 你有什么来到什么 什么月线 季线 年线吗 没有 我跟你讲 最佳的时间点 是什么点位 就是等到奇亚币上市的时候 主力出货 市场上面 每一个人都在跟你讲 它空啦 它空啦 你要做空啦 这档股票不行啦 主力出货啦 那个时候 有一个良好的拉回 接下来就会造成更多的散户 去抢购奇亚币 至少相关类股 相关活泼的类股 你至少要抓一段吧 你至少要像6150 汉逊的这样子抓一段吧 那我跟你讲 这个只是小菜一叠 后面的空间呢 不要说什么 哇我要七八根掌停板 赚个三四根 你有一段套利的空间 你自然可以很开心 你自然会成为市场上面的赢家 节目时间不太够了 你要好好的清楚看到 我们这段期间 物价概念股 我们操作这些类股 获利报酬绩效 到底有多少 你就清楚 你应该做什么动作 赶快跟上我们的脚步 我们最后还是助投资人 廉价休假愉快 我们下周再见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运达投资 核心抽盘团队 投资您不再忘补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低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运达投资 核心抽盘团队 投资您不再忘补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低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运达投资 核心抽盘团队 投资您不再忘补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低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